首先一起来看美南新闻日报头条 美南报系传媒集团6月18号晚 在报业大楼举行新闻发布会 向参与活动的嘉宾介绍 今年即将举行的四大活动 翻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休斯顿总领馆 文化组王毅公领事 新闻组高业领事 桥界领袖和主流社会商界政界百人出席 第一项是美南新闻35周年大庆族群共舞大会 将于8月22日晚在Hobby Center举行 预计将有150个中外社团 200位贵宾参与盛会 朱安平导演应邀担任族群共舞大会的总导演 会中并播放李维华作词 张江作曲 张江演唱的美南35周年庆主题曲 张江将于8月22日逸臨现场演唱 第二项为 我要上春晚美国海选盛大启动 超过三十届的中国中央电视台 农历除夕春节联欢晚会 一直是全球最大规模 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娱乐盛会 今年将首次在海外进行节目选拔 全美设立洛杉矶 旧金山 纽约 华盛顿 休斯顿 芝加哥等六个选区 并从今年5月份开始 做CCTV 我要上春晚2014美国节目选拔 5月6月到7月中旬为发动报名阶段 7月下旬为初选阶段 8月上 中旬为复选阶段 8月下旬出定在洛杉矶全美总决选晚会 9月18日选秀节目在北京CCTV演播大厅录制美国专场 休斯顿地区选拔由郑秀云老师负责 报名请致电美南新闻陈铁梅 832-803-9018 杨孝 832-571-0269 第三项是美南国际新闻55.5频道 近期将推出购物台频道 凡所有您能在各Sams Walmart等名店购买的名牌包 如今只需在家中看电视即可采购 省下你大把开车逛街的时间 也使您的购物更加愉快 第四项是国际商业论坛 将于9月25日在George Brown Convention Center举行 此将是各国参与的国际性商业论坛盛会